哈喽大家好我是赵地 欢迎收看大壮壮电影 说谎不难 有些人甚至习惯了脱口就是谎言 真正难的是承认自己在说谎 因为你要首先认识和面对真实的自己 本片是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 时隔12年之后重新指导的影片 作为曾经拍过像阿甘正传 荒岛余生等佳作的导演 这部影片也深深地震撼了人心 一部颇具天才飞行经验丰富 同时又是一位吸毒成瘾的民航机长维普 在与他的女友通宵狂欢之后 第二天一早惯例执行他的飞行任务 尽管当时狂风骤雨电闪雷鸣 但这并没有难倒这位惊艳老道的机长 轻松地闯过了恶劣云层进入正常行驶 然后维普很自然地喝上了两瓶烈性酒 并很快进入了梦乡 突然间飞机失去了控制 上下颠簸 飞机好像出现了机械故障 正当飞机垂直下落紧急地关头 维普将整架飞机180度旋转 驱使飞机由垂直下落改为滑翔 最终成功迫降 102人中有96人安全地着陆 维普创造了飞行史上的奇迹 遗憾的是 维普的女友一位空姐失去了生命 维普刚从昏迷中醒来 就被调查小组询问 因为这惊人的迫降 媒体开始把维普称为英雄 医院外聚集了一大批的记者 都想要采访维普 隔天 他的好友就把他从医院接走了 他不敢回自己的公寓 来到乡下居住 他把所有的酒都给处理掉了 但问题是 这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随着调查的深入 维普开始悄悄地躲避 因为调查人员发现空的酒瓶 而且还从他的血样中 发现了违禁品 维普坚称 如果不是他坐在驾驶的位置上 所有的乘客都会死掉 但调查人员仍在坚持追查 谁喝了酒 随后 维普认识了一个女孩 凯特 凯特也是一个瘾君子 因为没钱交房租 就和维普住在了一起 照顾着维普的饮食起居 航空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 请了律师帮助维普 免于牢狱之灾 维普去参加了女友的葬礼 让一个女乘务员撒谎 来帮助自己渡过难关 随后 他在电视机里 看到了副机长的采访 就去医院找了副机长 还希望他说出 对自己有利的证词 凯特成功戒掉了毒瘾 还找到了工作 他不满 维普一直酗酒 就离开了他 最后一次听证会 当调查人员宣布 经过排查 喝酒的只可能是两个人 一个是维普 另一个是他的女友 如果此时维普坚持回答 他没有喝 把此事推给他的女友 那么他仍是一名飞行英雄 甚至会过上 更优越一些的生活 因为他挽救了96人的生命 尽管找到了飞机出事的 直接原因 是机尾一枚螺丝松动 然而当主审官问道 到底是谁喝了那个酒食 维普给出了惊人的答案 是我喝的 接下来的故事 可想而知 维普入狱了 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他在狱中 向大家做了深深的忏悔 在狱中 他戒掉了酗酒和毒瘾 第一次觉得 自己活得那么踏实 尽管维普吸毒 酒驾 不顾工作 整宿地狂欢作乐 但他的人性并没有灭失 他还有良知 他思念逝去的女友 他为他没有挽救 他的生命而自责 其实这是一个 拷问人性的好题材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 人本来就有缺点 但关键在于 人性的十字路口 你又会如何选择 感谢观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赵蒂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